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了美中贸易的第一轮的第一阶段谈判 出现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签约的一个利多 所以激励了全球股市 不管是在台股或者是美股 或者是中国股市都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 今天的一个架构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 量缩的高档震荡的格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11点钟的走势 台股市今天大概开平 开盘的时候小跌12点 盘中最高曾经涨48点 现在涨15点 所以今天是一个高档震荡格局 这个高档震荡格局量是缩小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预估成交量 大概在1400亿 这个1400亿 你跟上个礼拜五做比较的话 其实它是明显缩小 但是跟上个礼拜 大概这边1100亿1200亿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增加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是1700亿 今天是1400亿左右 整个行情目前它是一个多方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高档的一个震荡的格局 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好我想这个应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大家应该都清楚吧 我们从这个新闻大概就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财务部长叫美努钦 美努钦他说美中贸易达成历史性的 历史性第一阶段协议 全球都受惠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在上个礼拜最大变数 大概就是12月15号 到底会不会针对最新一轮的关税去加征 这个最新一轮的关税 就是大概1600亿 1650吧 不管了 它里面的项目是手机 笔记型电脑 3C 玩具 服饰 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是什么 它是年底第四季 也就是今天已经是12月16号了 很快下个礼拜的话 就要进入了美国的圣诞节 这个圣诞假期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他们都要买礼物 那会去买什么 大部分都是以刚才我讲的那一些为主 手机 3C 玩具 对不对 都是类似像这些 因为Christmas送的东西就送给小朋友的 所以其实 这个部分没有去加征 其实主要也是做这个考量了 好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则新闻里面 它写的叫做第一阶段的协议 第一阶段 各位一定要弄清楚 目前的美中贸易的谈判不是没有事了 不是已经OK了 已经全部测掉关税了 回到好像两年前一样 没有 这叫做第一阶段协议 各位叫第一阶段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无三不成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 来 各位这是在那时候上个礼拜的时候 证实 因为由美国总统川普来做证实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很清楚 他是证实取消15日的新关税 好 那这个15日新关税它是怎么样 我原本要再加的 好 我现在不加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手机 然后3C产品 对不对 笔记电脑 然后玩具啊 服饰啊 这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加了 好 不加的话其实是 我刚刚讲的 针对Christmas做考量 对不对 针对圣诞节做考量 好 那请问大家 那之前加的呢 之前有3000亿跟2500亿 好 有一部分是15%减到7.5% 但有一部分是25%还是15%的关税 是完全都不动 也就是说 来各位 重点刚刚讲的 这叫第一阶段协议 马上进行第二阶段谈判 有1就有2啦 有2就有3 无3不成理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很漫长的 所以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大家以为说美中贸易的谈判已经完全告一段落了 台股这边要开始展开一波多方的攻击 我这样讲多方一直以来没有结束了 台北股市这一波从8月份的起涨 它是由资金行情做带动 它是台币的升值 你把它当作是选举行情也可以 但是事实上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已经年底了 这一年的多头行情其实并没有改变 就算到目前为止还是多头行情 我讲过了 它绝对是一个多头架构 多头架构会有拉回会有调整 但是多方的趋势跟结构它是没有改变的 好 那我请问各位 目前虽然是多方结构 那请问位置点是高还是低 这就是各位要去思考的 现阶段如果你认为美中贸易的谈判已经告一段落了 没有问题了 你在这边你要加大你的一个 比如说你要加码 你要加大你本身的仓位 你要加大你的资金的部位 那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要稍微考虑一下 为什么 因为现在马上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 来第二阶段什么时候谈判 现在第一阶段都还没有确定签 第一阶段听说确定签的时间是一月份 那我请问大家 好 一月份第一阶段都还没有确定签 有没有可能又说尔反尔 你们觉得呢 这是中方目前的态度 我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在拖 什么时候进行第二阶段的磋商 他说取决于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落实 第一阶段什么时候 第一阶段听说要到 那个一月份吧 应该是要到一月份吧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主导的 目前大家所知道消息大概都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变数它还是存在的 好 既然这个变数还是存在的 表示说它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这个行情 而不是说这个行情已经情空万里了 已经没有问题了 各位现在考虑的是 偏多操作绝对是没有问题 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一步以来从今年度 从微博士开始上节目 然后操作到现在 我都是做多 我都做多 那做多的目的是因为结构上 大盘的一个 整个一个资金面也好 技术面也好 然后基本面跟筹码面 全部都是偏多方的 所以我选择做多 我没有放空 我不是说我们 比如说涨多了 然后这一段 这一段我也没有做空 这一段我还做多 我们之前都跟各位讲过了 有时候指数下跌 还是会有上涨的股票 比如说五月份好了 来各位我们回归看一下 历史经验 很多人以为大盘跌 股票就要跌 很多这是当时候 当时候5月3号吧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加征 好像是2000亿的关税 这个后面3200多亿的关税 那这边的话 新一轮关税取消了嘛 原本在这边一取消 就往上冲嘛 对不对 好各位 这一段的下跌 我并没有放空 我是做多 我做多什么股票 这是当时候我们操作的 5月9号啦 当时候我们是做太一 那时候 为什么 5月9号是这一天 当时候的大盘正面临 800点下跌 我们做什么 做太一 当时候我们是做这一段 好 那现在太一当然已经跌回去 对不对 这边的话当然是不可以追了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当时候太一会涨 因为时空环境喔 各位你仔细想一下时空环境的一个状况 太一竟然是上涨的 没错吧 股票本来就要有买有卖啦 好 你会发现其实台北股市 它只要是多头架构 它的资金基本上会流动 它只是从这一档股票 流到那一档股票 其实主力做法也是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 利多都出来对不对 好要取消第一阶段的协议 那主力有没有可能去出一些 比如说台积电还在涨的状况下 然后去出货一些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台股最近都创新高 创30年新高 太一从90块又跌回去 对不对 好假设我们当时候买没有卖 然后到现在又来回一场空 但是事实上的操作你会发现 当时候大盘在跌 那太一当时候是在涨的 好我们再来看 7月份 7月份这一段的时候 你一定会说 威博老师你有做空吗 7月23号的时候 也曾经来到10994 也是当时候的高点 这时一这一段 因为加征关税的关系 所以跌了800点 好那跌了800点 这一段我们操作什么 我们当时候是请会员去买 8358的金居 这7月23啊 都有讯息 这个都有发出去给会员的 8358金居 7月23金居在这边 好金居比较好 他当然没有跟刚才像太一一样 跌回去了对不对 那你仔细想看看 当时的时空环境 7月23号的大盘 正要面临800点的下跌 没错吧 好那8358的金居呢 举这两档股票的例子 主要目的是要让各位知道说 大盘如果出现了拉回 其实还是会有股票会涨 这叫做多方的架构 多头的架构 那既然是多头架构 我的做法一定就是做多啦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好但是问题来了 这地方做多你随便去买 你认为对吗 其实我跟各位讲 原本到这边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高档位置点位 他在那边做震荡 对不对 好守住这一个缺口位置点位 那这边做了突破主要 突破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主要突破理由是因为 美中贸易的谈判嘛 那接下来要进行第二轮的关税 那我请问有没有改变目前的位置 也就是说现在到底是在天花板 还是在地下室 你认为台北股市目前的位置点位在哪个地方 趋势上没有改变 趋势上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我问各位 未来 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16号了 距离我们的投票选举 因为很快的 今年19年就要过了 很快 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20年又要进来了 20年进来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 台湾总统的一个选举 那总统的选举 1月11号这一段时间点位 可能指数大盘位置点位 维持一个高档震荡的架构 那我请问大家 你的想法是你要报股过选举 还是你不报股过选举 你觉得这一波 从8月份以来都赚钱的人 现在这个位置点位 他会怎么想 卖的人多还是买的人多 各位你要思考到一点问题 因为其实 微博老师要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什么 在于控制风险 因为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所有股票大家都会做 但事实上如何去控制风险 这一定很重要 你不能说你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美中贸易的谈号 好像出现了和缓问题 对不对 大盘又出现了突破 我就在这边怎么样 大力的去买 我强调 因为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微博老师目前手上 还是有买多的股票 我们还是有代会员操作股票 但是我的操作逻辑 是相对买比较低的 买那一种低基期整理的 买那一种 它的基本面很好 但是拉回了股票 然后它准备要起涨的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现阶段如果说 你要面临到台股 有可能拉回的可能性 当然目前为止还没发生 我认为目前台股在高档 整个大盘在高档 那高档震荡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震荡多久 是不是因为要撑住这个选举 那你认为时间越接近选举 那如果选举后呢 我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要注意 大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现在要注意 大盘有没有可能出现像这样子 涨多拉回涨多拉回的可能性 它不是不可能 是只是还没发生 但这个位置点位它不算低 我认为它很高 既然进入高档 操作的就是控制风险了 那控制风险要怎么做 放空吗 没有 其实我这样强调好了 我认为整个大方向 还是多方架构 所以我寻找的就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这一阶段要下跌的时候 对不对 我现在要寻找的股票 或者是我带会员操作股票是 我要操作 比如说五月份好了 五月份 从一万一千点 跌下来这一阶段 我要找什么 我要找当时候的太一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再举例 比如说七月份要跌下来了 七月份要跌下来 因为这边也很高嘛 对不对 好 这边要跌下来了 我要找什么股票 因为我知道它是多方 我要找八三五八的 当时候的金区 不是现在 是当时候的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在台北股市在这个位置点位 你应该怎么做 你要选择的是相对低基期 然后它的公司的一个营运 基本面业绩营收获利 因为现在已经到四月了 接下来大概慢慢有的 可能年报有的很好 就提早公布了 那你要去注意一些 哪些基本面还不错 但是它是拉回在打底的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我遇到了大盘下跌 它还可以像 八三五八的金区 当时候的上涨结构一样 那你就能够赚钱 其实最主要是在这边 所以我讲求的是一个控制风险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啦 但是怎么做 选什么股票 怎么做 理由跟原因在哪里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跟各位报告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旺鼓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开了 你怎么在看呢 啊 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画仪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 现在大盘涨27点 其实我根本不在意 目前大盘是涨多少点 或者是跌多少点 它的涨多少点跟跌多少点 我并不关心 因为我关心的是 多方的结构有没有被破坏掉 那目前为止还是多方的结构 但是如果你反问我说 目前为止既然还是多方 那它会涨到哪边 我真的还不知道 我必须给各位打一个问号 因为高点是猜不到的 这个必须跟各位承认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整数关卡基本上它会是一个压力 就比如说台北股市 现在在这个地方会震荡 在这边会震荡 甚至拉回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点数是11956 距离12000点差多少 差43点44点 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大了 也就往上空间的过程当中 会接近12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卡 这个会影响到 因为整数关卡 大家会觉得说 12000会不会过会不会过 对不对 所以它会引发有一些 比如说短线的卖压 所以会影响到指数的一个走势 所以整数它是一个关卡 这个跟台币的走势蛮像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几天的 因为台币也是大幅的一个升值 你看台币原本在上个礼拜 几乎都是整理震荡 然后大幅度的升值 那这一波还是沿着一个多方的轨道 对不对 还是一个多方 为什么台股涨这么多 因为升值的关系 但是各位你看 今天这是我早上印的 现在是30.15左右 它距离30元的那个关卡 30大关 30大关的位置已经不远了 也就是台币它从31.72 升值到接近到30的位置点位 其实30也会变成这个关卡 会不会突破30到29 那我觉得压力会很大 就是相对的应该这样讲 它是往下走的 所以叫支撑 叫支撑 所以包括大盘也好 包括台币的汇率也好 基本上都已经来到一个心理关卡 位置点位了 所以指数一定是震荡 既然指数震荡 它涨多少或跌多少 我其实不关心的 我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我关心的是 我怎么带我会员赚钱 我们操作的股票 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做布局跟进场 那我讲过了 现阶段如果在这地方的话 你要操作 你一定要考量到台股高档 它的位置并不低的风险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能买的是什么 低基期的嘛 有没有低基期 其实有啊 其实低基期你不见得敢买 但是我们大概随便举例给各位看 比如说4943康控 各位你会去注意吗 其实也不一定会去注意对不对 因为你注意的是这种涨多的 你注意的是这样 成交量放大了之后 涨上去你才去买的 成交量缩小 跌下来你可能不会注意 我在注意 因为我买的股票 我都是买相对基期比较低的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就再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这叫6462神盾 我注意的基期位置点位 相对都比较低的 但是通常这一些 不会是大家去注意的 所以我的做法一定是什么 我一定是买低基期 买起涨股票 它的位置点位相对比较低 大家不注意也比较安全 然后大盘假设震荡 或者有出现拉回的时候 这些股票因为基本面好 它又跌得很深 之后它就会有资金来做介入 因为资金它会移动的嘛 也就是说目前多方台北股是多方架构没有变 台币还是升值的状态 台股的资金还是够嘛 那只是说大盘如果有出现拉回了 它资金就会从涨多的移动到没涨的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吗 我们11月份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动作 我11月份的时候因为行情都在那边做震荡 我也不知道说川普到底会不会同意啊 还是说美中贸易的第一阶段的谈判会不会达成 其实当时候我也不去拆行情 那我们去布局什么 我们去布局这样的股票 相对基期位置比较低 然后它的形态是往上走的 形态是多方的结构 这是我们买进的时间点 买在71块5左右 买进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震荡 它也没什么涨 对不对 但是当行情一旦来到高档 做震荡的过程中 就会开始轮到它了 那因为你买的位置比较低啊 当它动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啊 我们看一下6668的 这是中阳光 现在呢81.9 我刚刚讲的位置是在这边啊 对不对 这是11月25号的图 你看的这张图就当时候在这边 我们是更早之前就买了啦 就布局了啦 就请会员买进了啦 买进的时候它是震荡对不对 好 那你看最近的走势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买在这个整理的区间 你相对安全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个线吗 如果它破了 我就停损了 那它现在上去了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赚多赚少问题了嘛 所以我们的做法 你有没有发现 都是买那种 大家不注意的 还没起涨的 我再举例给各位看好了 我们也是最近买的 这张股票 叫2387的金元 好 你看喔 我当时 我买进在这边啊 我一样先给各位看去 因为我们都有一定有进出讯息 你看我买进一定是 买什么股票 然后多少价格 几成资金 停损设多少 一定都会给的 好 那这是在12月10号 12月10号的位置点 在这边 买的时候 它就是在震荡整理啦 对不对 就是整理 因为我喜欢的就是 不要这种涨上去的 涨上去的 成交量放大的 我不追 我等它拉回 我等它拉回 好 拉回量说 好 12月10号 我们买进12月10号 是在这一天 对不对 好 当时候我们买的价格 也给各位看一下嘛 36.6嘛 那到今天呢 43块了 36.6买进 现在43块了 各位 其实 还有一些股票啦 还有一些股票 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啦 比如说像可乘 也跌了这么多了 对不对 也跌了这么多了 我要跟各位讲 那当然可乘我还没进场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现阶段的操作的过程当中 各位一定要把风险 摆在前面 我觉得 把风险摆在最前面的 一个状态之下 你才能够真正 掌握它的一个获利啦 那我们的操作方式 一定是照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 会员的操作风险 我第一个 摆在最前面 然后呢 我用基本面选股 用技术面去做买进跟卖出 有买 我一定会有买进跟卖出 而且我 每一档股票 都是控制在三分之一资金 这样子一旦赚钱 你就可以真正增加 你的资金部位 这个才是真正的 投资的方法 提供给大家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哦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并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平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7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